歡迎收看洪流洞見 在世界洪流中帶您洞見未來 我是洪淑芬 今天為您邀請到的是前內政部長 也是臺大教授李鴻源 老師好 淑芬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上一集呢李教授談到了 對於目前呢 民進黨所執政下的臺灣社會 所看到的亂想 還有價值觀的扭曲 其實對於年輕人 對於下一代的教育 其實也蠻擔憂的 那我們看到說 現在的年輕人對於臺灣的認知 跟上一代對臺灣的認知 似乎是不太一樣了 再加上最近我們看到 因為老師在臺大教書嘛 所接觸的36年 接觸到的學生也非常多 年輕人也非常的多 你對學生的瞭解 他們在國家認同上 是不是跟以前不太一樣 再加上最近二十年來 兩岸關係的變化 對於在教育上 是不是也有一些的改變 跟一些新的發展 我想像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大概就是六十啊 六十以上的人 我們從小接受的是我認為是個非常完整的 這個中華文化的一個教育 其實我們當初編我們國文課本啊 這些都是當時的精英 所以我們我也非常感謝有那一段成長的經驗 雖然我們我們小時候台灣是一個蠻窮的地方 蠻窮的國家 但是我們文化上非常豐富 就是說我們可以這個漫遊在中華文化的這個熏陶裡面啊 這是我個人認為啦 也許也不見得我的 那個時候普遍其實大家的 可能生活水準也沒那麼高 可能有很多的物質的條件 物質條件完全沒有 對 完全沒有 然後基本上其實是 因為你就知道那時候剛剛 從戰後復原十多年吧 那時候民國四十幾年 我在成長的時候民國五十年 六零年代 其實剛剛在復蘇 十大件的時候還沒開始的 台灣基本上是一個相對落後的地方 其實我們那時候靠很多的美元 靠很多的這個聯合國的援助 我們才可以慢慢慢慢慢慢 這樣子給站起來 但是在教育上面 我個人認為那是一個還蠻完整的 一個中華文化的教育 然後其實那一些當時所讀的書 從其實到了今天 我都還覺得蠻受用的 老師包含是不是像是四書五經啊 四書五經 中華文化的書籍 其實我是一個比較 影響都很深喔 影響很深 其實我是一個比較奇怪的小孩 我在小學的時候 那時候有國語日報 國語日報每個禮拜 都有一個專刊叫做書與人 然後就介紹什麼 介紹古文觀子 介紹古文 然後我就對 我就每個禮拜就在等 國語日報的書與人 很期待對不對 很期待 所以我都會 很渴望那種 嗯 就是說從書上的教育 然後那種新的一些 一些書籍上的一些想法進來 就是你可以讓你的心 游蕩在一個浩瀚的一個 一個古文裡面 我覺得對我來講的 讓我的同學有了很多同學 是覺得很苦 然後我比較奇怪 我很喜歡背書 然後也可以感受到 在那個裡面跟文化的連結 我覺得就是說身為一個人 其實非常重要的是 你要瞭解你的根在哪裡 就像以前我們小時候 當然我們被教育成中國人 所以你要是在以前問我 尤其是在美國 我們在留學的時候 你問我你是哪裡人 我們毫不猶豫說 啊我是中國人 嗯 然後曾幾何時 現在的氛圍 你問我說你是什麼人 我就要稍微猶豫一下 我要是講說我是中國人 人家會自然會覺得說 那你是不是贊成統一 嗯 那我要是講說我是台灣人 那大家就會想 那你贊成獨立了 其實台灣很可悲的是 我們是中國人 文化上 我們也是台灣人 嗯 我們選人上 是跟中國是切不開的 那我們為什麼 為了某些人的政治利益 硬要操作成 我一定要把中國人跟台灣人做區分 其實它是不需要區分 它也沒有必要區分 其實對我來講 中國這兩個字 其實它有好幾個層面的 它有歷史的中國 那是我們不能否認的 我們本來就從那邊來 我還可以告訴你 我還可以背 我們家乾隆51年來的時候 我們家在福建的柱子 我都還會背 好建姓全家府安客官 好想要全家出感化禮 再講一次 老實講的是台語 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 虎州鄉潛在錯感化禮 哦 就是說 這個是台灣人 這就是我們的根嘛 對 那這是一個文化的中國 這是一個歷史的中國 但是還有一個中國 叫做政治的中國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把 因為政治的中國 你把這東西全部都繳在一起 我們跟中國大陸是什麼關係 事實上是可以談的 還在一個過程裡面 但是你不能因為政治的中國 你就全面去中國化 你全面去中國化的 中國化的結果是什麼 你把你的根斬斷掉了 那你根斬斷掉以後 我就常納悶 因為他們常常很多人跟我講說 我現在什麼教科書歷史 已經教到三國 三國以前不教了 那我就很好奇 那你每天就關地廟 你拜什麼 你連關公你就不知道他是誰 你看三國演藝你都看不懂 因為你歷史沒教 還有呢 我今天再提醒各位 三國演藝是一個最大的文化創業 是一個非常大的文化創意產業 你看多少的這個什麼 什麼電玩 手游 日本人因為三國演藝西游記 賺了多少錢呢 人家畫漫畫 充分的發揮 我覺得我就是說 其實裡面是有很多商機的 在這裡面有很多的元素 這個讀書人 對這個文學有興趣的人 你可以在這裡面鑽研 有人想要從裡面變成創意產業 這裡面有太多太豐富的東西 我們不能因為這樣 因為你為了政治因素 你就把這個根把它給鑽掉了 我請問你 你今天課綱要這麼改 你今天的歷史史觀要這麼改 難道就是你們幾個人在立法院舉手 我們就要全盤接收嗎 什麼時候民主變成只是在算人頭的 民主從來不辯論的 你也不問問看說 你今天課綱這麼改 你家長同意嗎 第一個 而且我們今天很不應該的就是說 今天這些小朋友 他是沒有任何選擇餘地的 就是說我今天因為我上學 你們把教科書變成這樣子 我就學了這個東西 然後等我長大 我發現根本不是這一回事 你反而讓我造成我自己認同上的 這個錯誤 其實我們是有 我是有很多的切身經驗的 就是說 就是大家一直在詬病的 白色恐懼 白色恐怖 所以我們小時候在 某些的訊息接收是偏差的 當然那時候有禁書 很多書不能看 那二二八是絕對不能提 是在那樣的環境 在那個環境 那樣的統治的 政治的情況之下 政治氛圍裡面很多東西是 不能碰的 那就是忌諱 那就是因為不能碰 所以他把它蓋起來了 那蓋起來以後呢 那等我們到了國外去留學 我們接觸到另外一面的訊息 你就會覺得說 政府為什麼騙我 所以很多的人 尤其是像我們所謂的本省人 到那邊 很自然的就會傾向 同情台獨 就是說我們認為 我們把我們的東西全盤否認 全面的被扭曲了 到那邊接觸了另外一邊的訊息 你就一下子轉不過來 所以在美國六年 其實坦白的講 我70%的時間 基本上是講台語的 我並沒有 基本上就是你會排斥 後來等自己回到台灣 再慢慢的成熟以後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事情不是這樣子的 事情是有兩面的 有另外別的面向 就是說你把這兩個面向 有原來你接受教育的那一面 跟你在國外接觸的那一面 其實都有某種部分的扭曲 你今天慢慢慢慢慢慢 你把它整起來以後 你自己要是有一個 很嚴謹的一個邏輯訓練 就會發現說其實這過程沒有對跟錯 它就是歷史 它就是發生了 然後你慢慢就會產生一個不一樣的認同 把自己擺到中間來說 原來是這個樣子的 其實統一跟獨立不是不能談 是可以談 但是問題是今天我們也必須講 這個過程還在走 可是現在非常重要的是 其實我們很遺憾的 在馬英九那八年 我也在政府服務 其實從陳水扁開始的時候 他們把課竿改了 這是在那八年 並沒有把它改回來 好 這個其實是一件 蠻遺憾的事情 然後蔡英文再上來 再更變本加厲 結果我們現在很擔心的是什麼 一年一年你看幾年的 陳水扁八年 蔡英文八年 十六年 十六年 這一 還有加上馬英九的這個八年 就二十四年 這二十四年是一個世代 這世代的這些年輕人 他所接受的 的這個訊息 或者是他所接受的教育 就把他訓練成 他是一個台灣人 就是你的表本圖板上講的天然度 對老師在學校教授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前跟現在 對於年輕人 他們對於國家認同 完全不一樣 三十幾年前 我要問的學生你是什麼人 他會毫不猶豫跟我講 我是中國人 今天我問我的學生說 你是什麼人 他會跟我講說我是台灣人 而且他們對中國歷史的瞭解 其實並沒有那麼的全面 然後再加上我們對中文的教育 是很刻意的 就說時數是不夠的啦 其實就是說像我們小時候 其實國文花了很多的時間讀 可是我可以講真的經驗 我在台北線的時候 我就問那個教育局的局長 我們一個禮拜上幾節中文 我的教育局局長跟我說 我們上六節中文 我說六節中文夠嗎 他說當然不夠 我們很多的股文都沒辦法教 我就問他說那 那應該要幾節 他說至少八節 我就跟他講說好加兩節 你知道加兩節的代價是什麼嗎 加兩節台北縣政府一年 一年就要編七千萬的預算 就說兩節我就是七千萬的預算 為什麼多這兩節要多這麼多的預算 而且我那時候還去拜訪余光宗余老師 請他幫我們寫我們的那兩節的教案 我還真正去拜訪他 他也很高興說一個工程師 怎麼會對中文這麼重視 我說那是作為一個 一個不管我們叫台灣人也好 中國人也好 我們要非常瞭解我們的根在哪裡 而且更更有趣的是呢 就你的圖表的那一位教育部長 杜正勝先生 他說他是教育部長 這麼短的時間 教育部發一張公文給我們台北縣政府 揪局我們 他說你們憑什麼多加兩節中文 你們要是要加兩節中文 我教育部不給你補助 我們教育局長嚇壞了 他說怎麼辦 杜正勝部部長說 不給我們台北縣政府補助 他問我怎麼辦 我說把那張公文丟到垃圾桶 我們交 兩八節中文 其他的錢另外想辦法抽 老師真的很有氣魄 因為 一個人 不管你的政治傾向是什麼 你連你自己的語言都講不好 你連自己的根都找不到 你連你自己的這個 的這個 文學你都學不好 我不認為那是一個正確的教育 沒錯中華文化其實是一脈相傳的 教育不應該說變成是一種政治的手段 我們要看一下老師剛講到這張圖 其實這張我們把它標題寫為 天然毒的產生氣罵 因為我們看到這幾年來 其實在教育上面不斷的 想要去中國化的這個部分 從1994年就是李登輝的時代 他那個時候授權的李遠哲 領導下進行的教改 把國小的生活跟倫理取消了倫理 國中的公民與道德取消了道德 那麼在國中增加了認識台灣的課程 高中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改為是選修 所以在那個時候開始 台灣教育就走出了去中國化的第一步 好接下來在2004年 民進黨上台之後呢 剛剛老師有提到的 教育部長杜振盛 他提出了一個同行員的理論 那個時候就強迫下一代要先接觸台灣 然後再接觸到中國 所以在小學六年上的 國家認同上只叫了台灣 中國元素呢遭到了剔除 到了2019年 當時教育部長潘文中他講到了 12年的國教的課綱的重點是在核心素養 所以他認為去中國化跟文言文的比率 並非是一個考量 所以在國家認同上慢慢的就傾向於 就是把中國的因素去掉 但是老師剛有提到 我們是一脈相傳的 我們在中華文化上面是從 中國大陸那邊一脈的傳過來 這個部分其實就像老師年輕的時候 非常的擁有在那樣的古文的一個世界中 但是現在孩子跟以前的孩子 其實已經不太一樣的 對國家認同是完全不同的 我覺得是這樣 你先真正的認識自己 找到自己的根 你當然就會發現說 對 我們是台灣人 但是你也會更會發現說 當然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為什麼要否認我是中國人呢 我還有一個很奇怪的興趣 其實我到 我不排除去墓園 我到墓園去我都會很 很注意說哪一家的唐號 就在墓碑上刻的 那個叫做唐號或叫做郡王 是從哪邊來的 你就會發現說 我們的墓碑裡面沒有磕台灣 全部都是大陸的省份 都是大陸的省份 這個不是這個 這個隱昌 姓陳的一定是隱昌嘛 我們姓裡的不是隆熙 像我們不然就是安熙 有的是唐號 有的是郡王 就是說 那個姓裡的還有趙郡的 我們裡還分兩支 有趙郡的裡 有個隆熙的裡 就是你會發現說 很多人都沒有注意 其實我們怎麼可能跟中華文化 來切割 不可能你們家的牌位 我們先人的牌位上面寫的 全部是大陸的地名 像我姓洪 我的祖父他上面的杯上面寫的 就是敦煌 你們是敦煌的 對所以是來自於敦煌 其實從這邊你就會trace back到 很多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家的祖父一路追到戰國的 所以我今天早上 還把它拿出來看一下 我沒有背了 但是我沒有倒背如流 倒是我是相當清楚 就是說你會發現 你們在這樣我們家了 這樣子的這樣子的從 從 趙元到了秦國入秦 從秦進到 跟著到了咸陽 後來經過五湖亂華 我們在北魏 然後後來 我們是唐的皇族了 或者說到了唐 然後五代那個唐滅亡以後 我們五代住在哪裡 然後最後到了山東 所以我們在山東住了400年 再從山東 隨著北宋滅亡跟著到了南宋 南宋到了到了這個臨安 然後最後不是最後 但南宋不久我們就搬到泉州 然後在泉州 我要演要很驕傲的 其實我很驕傲 我覺得中文要學得好 英文才會好了 有的人講說你中文不要學 就去學英文 覺得那是本末倒字 中文學得好 你英文才會好 那我比較驕傲的是 其實我這個年紀的人 我在大陸走動 大陸人很羨慕我們什麼 你們會看繁體制 我說對不起 叫正體制他一點都不繁 我們到廟裡面那些卑文 我們看得懂 他們不見得能看得懂 這就是我覺得那是我們 可以治好的地方 就是說台灣其實保留的中華文化 非常精髓的部分 精髓的部分 第二個我們這一輩的古文訓練 比他們好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是我們應該值得驕傲的地方 但是我們今天反而 把我們的優點把它給斬斷了 你看全世界 我現在碰到很多的外國朋友 都在幹嘛都在學中文 因為不可諱言的是 大陸是未來不是未來 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場 過去是最大的工廠 現在不見得是 但是他已經是 他在慢慢著 慢慢長大了 在慢慢著起的這個狀況下 其實他會變成慢慢的 美國以外 他已經變成世界的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中心 就是不能諱言的 不管你喜不喜歡他 那都是事實 我們也不能不去承認 有兩百萬台灣人是住在中國的 那你我們今天把大陸關係搞那麼壞 那我請問你 那兩百萬的台灣人住在那裡 他如何自處 就是娘家跟跟這個 跟這個地方搞的關係搞那麼壞 人家這人家怎麼自處 而且你在想 這兩百萬的住在大陸的台灣人 他的小孩要是在大陸的學校 在大陸的環境成長 他自動就會變成中國人 沒錯 那我們如何希望說這兩百萬人跟他的子孫 認同台灣 未來還有機會可能可以願意回到他的故鄉來 那你覺得我們在這操作上面 能不細膩一點嗎 更不要談我們有40%的貨物賣到 賣到中國大陸 那你覺得我們跟我們的這個客戶把關係搞壞了 你覺得我們東西賣得出去嗎 那我覺得說與其對抗 為什麼不再利用他們的這個往上漲的這個 momentum把我們帶起來呢 因為其實台灣 我也必須跟各位談到 我2012年代表那時候宋楚瑜 親民黨也在選總統 所以那時候我就代表 代表親民黨 去參加一個很奇怪的辯論 外交政策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人 我們那時候親民黨沒有什麼太多的資源 所以宋先生說 那就你去吧 結果民進黨來的是誰 吳釗憲 現在的外交部長 帶了一堆資料 國民黨來了一個 英文非常流利的一個年輕人 我還真的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呢就帶了一支筆 而且那天辯論是什麼 是外國記者 是英文辯論 你們用全英文辯論 當然 來參加的全部是外國記者 那我就跟他們講說 我是工程師 我外交絕對不是我的專業 但是我今天可以告訴你們 台灣的台灣沒有什麼外交關係 台灣的外交關係的前提就是兩岸關係 你兩岸關係 會界定你所有的外交關係 這是真實 然後呢 我們在執政的時候 那時候在做什麼 桃園航空城 這麼大一個桃園航空城 其實我在內部討論的時候 我是覺得 台灣有市場嗎 因為我們台灣這麼小 你有這麼樣一個需求嗎 除非 除非跟大陸有某種合作 你才有可能有這麼樣的市場 那我们过去亚太营运中心 在李登辉时代的亚太营运中心 最后也没有发生 我们所有喊的 所有的口号都没有发生 为什么 因为在这过程里面 两岸关系产生的非常微妙的变化 那到以前我们 在跟这个大陆还有善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刚刚凯格开放 台湾有个很重要的角色可以扮演 叫做Gateway to China 就是说外商要进到大陆 其实台北是一个蛮好的中继站 叫做Gateway to China 可是慢慢的他们越来 他们也越来越进步 甚至很多地方都已经超过我们了 他们海外留学的人也越来越多 其实我们Gateway to China 这个position就会越来越淡 这个都是事实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国际化 全球化 其实我们要审慎的 这个做出的决策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说 今天其实中美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 两大国之间他们在博弈 那我们在这中间 我们是人家的棋子 你看这两天的发展 是我们当然是人家的棋子 可是问题是 我们当人家的棋子的时候 我们如何在这里面 找到自己可以生存的空间 而不是像过去一面押宝 就是你押单方 押单方万一呢 过去蔡英文不是押 当了川普吗 结果川普没当选了 大家搞得灰头土脸 就是我们是一个小国 你就必须认定我们是一个小国 在这里面我们如何迂回 如何找到自己的利益点 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也好 过去的政府服务 告诉我的同事也好 我们永远 台湾人要永远问自己三件事情 我们的strength 我们的强项在哪里 我们的capacity 我们有多大能耐 你可以吃几碗饭 第三个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limitation 你有多少局限性 台湾人常常忘记我们的limitation 常常忘记我们可以吃几碗饭 所以讲了一堆不应该讲的事情 做了一堆不应该 讲了一堆不应该说 做了一堆不应该说的话 做了一堆不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把今天陷到这个僵局里面 你不觉得在买疫苗 在整个疫情发生的时候 一开始 所有的东西都是政治在操作 一般到今天还在政治操作 那你今天 从这个疫情看起来 你把自己逼上一个墙角 你根本没有逼啊 没有人逼你 那你为了你 某个政党的政治利益 你就一定要把自己台湾 逼到那个墙角 然后就告诉所有台湾人 我们都被大陆压迫 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根本没有必要走到这样 就为了你自己的政治利益 就弄了半天 你也没有政治利益 但是结果呢 让台湾陷在一个 非常危险的状况 然后这前两天 他们终于承认说 不可能台独 就是美国 对 民进党前国安会秘书长邱宜仁 在接受了陈水远 他是民进党最大的 过去是最大的军师 他自己承认讲的真心话 就他 美国是不可能支持台湾独立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 是导向这个方向 大家都清楚不可能 你觉得蔡英勇不知道吗 知道啊 那不然他们已经执政 从李丁卫开始 他们执政多少年的 你要是有那么大的勇气 你为什么当初不读呢 结果到了今天 你在立法院已经是 所有的举手都会通过了 你为什么不敢呢 那你其实那个都是炒作出来的 为了自己的个人 或是政党的政治利益 可是你把全台湾 一带的人拿去陪葬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 不道德的一件事情了 我也可以举个例子 我们台大一个年轻的教授告诉我 我们台大 台大某一个系的 商学院的某一个系 应届毕业生 30%到了欧美 70%到了大陆 一个没有留在台北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未来的市场是在那个地方嘛 那你这样的一个一些人 你为了生活 为了就业 你不能讲不得不啦 其实你到了那边去服务 结果呢 你会发现说 到了那里 你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文化冲击 你会发现说 原来搞了半天 我们从小成长的时候 政府并没有给我一个重要的讯息 政府并没有把我好好的中华 我的国文中文没有帮我培养好 我觉得对这些年轻人都是一个损失 他要是中文够好 他是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够好 他在大陆会会更 他在职场上会更顺利的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是已经是在发生的事情了 这个全世界都在学中文 我们在去中国话 我就不晓得我们 然后呢 我不觉得母语不 母语当然很重要 无论台语好都不得了 但是你要是在学校教母语 我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就说第一个我们有时间教吗 第一个 第二个怎么教 我们闽南语还有点复杂的 全周音张周音 事实上大家口音都不太一样 客家话也是 口音都不太一样 那我请问你是哪个是统一的版本 然后你小孩在成长过程里面 你要他一下子弄得这么复杂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氛围 来让小孩子了解 闽南 而且你还不能讲台语 事实上他是闽南话 真正我们对台语的保存 其实已经是不够的了 就像我们这一代会讲台语 真正懂我们那时候叫汉文 真正懂汉文的人其实不多的 我的祖父那一代 他们可能对汉文的还很了解 那这些人在哪里 这些人在泉州啊 这些人是在闽南 那你要是把那些都也都切断了 其实我们现在讲的台语 我们也只能讲说你会讲台语 问题是台湾的台语的 这个真正的根在哪里 他的文学在哪里 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大的handicap 没错 母语其实是需要保存 是需要保留的 但是呢因为现在呢 交易部他直接上了一个法 就是叫做国家语言发展法 入到了108年的课纲里头去 那以前是国小要教母语 后来是国中要教 现在开始连高中也设定都要教 就他也排挤了其他的课程 就像老师说的 其实一个小朋友 他一个礼拜上几节课 那是固定的 你今天要是把这些东西再加进来 他就会排挤到其他的课 这个是很专业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要全盘来考量 而且我们在台北县还碰到一个问题 大家就觉得说根本不是问题 台北市的国小 国小一年级教英文 那时候台北县的国小 三年级教英文 惨了 庞大的压力 我们是国小三年级才教英文 然后所有的家长都在complain 难道我们是二等公民吗 我们有庞大的压力 要去在国小一年级教英文 那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复杂吗 我请问你师资在哪里 师资在哪里 你没有好的师资 你宁可不要教 你没有好的师资 一开始你把他的发音 把他的这东西都教坏了 事实上他到后面要转回来 很难转回来 所以师资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我们还真的研究了 全世界非英语国家 从小学一年级教英文的 跟后来三年级 或是甚至初中才教英文的 其实小学教英语的效果并不好 所以不用那么急 不用那么急 让小孩一定要在很小的时候 就要双语教育 他其实先把母语 先把我们的中文先学好 之后再慢慢的循序渐进 反而是比较好的 我们是初一才学英文的 我也不认为我今天 我初一才学英文 我们在国际的场合走动 老师都可以用英文辩论了 所以真的是没有问题 那个其实问题不大 其实我是觉得 这个都是教育的专业 我觉得你今天要不要学母语 你的整个课程的整个 整个的安排怎么样的排挤 我觉得什么东西摆到选修 什么东西摆到必修 其实我们要考量一个小朋友 他要塞进这么多的东西 现在小孩更可怜 还要上什么 那个什么科货辅导 那叫什么 要学音乐 要学什么一堆东西 要学东西非常的多 然后父母把自己小时候的 所有的遗憾 全部都加在他的小朋友身上 所以他要学围棋 他要学音乐 他要学钢琴 学小琴 他什么都要学 其实他的童年 我觉得是很辛苦 现在小孩真的是压力山大 压力山大 真的很辛苦 很多的父母 我也当了父母 现在当了祖父母了 真的奉劝很多的父母 第一个要先认识你的孩子 第二个要让你的孩子认识自己 第三个不要把你自己小时候的遗憾 全部都加在这小孩身上 他的压力太大了 不是每个小孩都适合走学术这条路 不是每个小孩都一定要走这条路 其实我们成长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案例了 就像我小时候 我们那小时候有放牛班跟升学班的 大概升学班只有两班三班 因为我们一个小学大概七班吧 升学班大概不到三班 其他四班是干嘛的 毕了就就业去了 就以前的教职教职的教育 技职教育其实做得非常的好 一下就分开了 那这些这些人 他也许因为他功课不好的原因 也许是因为家里的这个经济原因 他就是毕业了业以后高 我们是因为还好有多读过中 我们的上一届 上一届是有了这个小学六年级 他就去做事了 然后这些人后来去读了 这个专科学校 然后今天其实好得很 并没有不好 成功的人非常的多 成功的人很多 然后读大学的另外这些人 其实也并没有过得非常好啊 也不是说每个人读了大学 你就很了不起 其实并没有 对老师我们看到 这二十年来的教改 其实也破坏了技职的一个教育 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 就是我们在 我们看到在将来可能 技职教育出来的这些专业人士 可能在跟老师的那个年代 少了非常非常的多 对于整个的国家的一个发展 其实并不是很好 其实教改 每个人都诟病 今天一百多个私立大学 都在倒闭的边缘 然后呢我们把台湾其实当初最骄傲的 非常的一块就是我们的技职教育 我们有 最好的 以前最好的学校叫台北工专 那是好的不得了 我很多的这个同学考上了建宗 最后决定不读建宗 去读台北工专 因为他是一块精致招牌 他毕了业以后 其实他的他们这个学校的 performance是非常好的 是非常让雇主喜欢的 而且他很扎实 可是你今天把他的精致招牌 他把他的强项丢掉 然后把他变成一个科技大学 结果他他在技职里面 他是强项 结果你让他的强项丢掉以后 他变成科技大学 那你变成科技大学以后 那我请问你 那你要跟台湾大学你怎么拼 就变成说你反而你的强项不见了 你用你自己没有那么强的地方 要在这边竞争 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我们今天很多的工厂 找不到好的好的技术人员 我们最骄傲的这些我们的精密 这个精密工业 最骄傲的我们的模具 最骄傲的那些技术人士 事实上他们都年纪大了 慢慢的传承都会出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说的年轻人 90%都去念大学去了 那你念大学第一个 念完大学你叫他去当 这个技术人员 他拉不下那个脸 他觉得我是大学生 我为什么要去做黑手 我们还把他当做欧臭 其实在欧洲 尤其在德国 黑手是很骄傲的 而且他们的薪水都很高 他的薪水很高 他是非常被尊重的 你知道在美国 你叫一个这个plumber 你叫一个你那个水电工 要花多少钱吗 他们是被尊重的一个职业 结果我们就我们台湾人 叫两个字叫黑手 那没有人要当黑手 没有人愿意去读 所以慢慢的 这边也会变成一个断层 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 也需要仰赖这么多的外劳 因为这些工作 我们的人都不做啊 这些工作我们的人都不做 那我们人出来的以后要干嘛 我大学毕业 我要做服务业 我也不要说我要做 我也只会做 我也只会做 这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可是这样的工作 也不尽得适合你做 然后我们 然后另外呢教育资源的浪费 其实培养一个大学生 不管你有没有好好用功读书 国家在你身上是 是投资相当多的钱 那是一个教育资源的浪费 结果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培养出这么多的大学生 然后其实他并没有发挥到 他自己的该发挥的地方 国家需要的人找不到 我们也没有训练出来 然后这些人呢 有很多人他会活得非常不痛快 一辈子活得非常不痛快 然后呢 我们需要的人在这里面找不到 我们也没有培养出来 然后整个济子体系崩盘 然后最荒谬的是 从头到尾没有去检讨教改到底是谁的发动的 教当初是怎么决定的 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谁该负责任 没有啊 教改从来没有检讨过 它就真的发生了 你问他说是谁 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知情 啊不知道 反正我们就这么干了 这听起来有一点像是我们现在的疫情大爆发 然后呢大家没有办法去追究三加十一 到底是谁决定了一样的道理 就是很多做决策的人 到后来都不用负责任 这个我是觉得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 今天你会发现 很多的政务官满口谎言 今天讲的跟明天讲的不一样 然后呢他他说我要负责任 那今天还每天坐在那里 那假如是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一开始你讲的 我们怎么教小孩子啊 我告诉我们跟学生讲你不能作弊 他说老师呢 这些人每天都在作弊 为什么他没事我就有事 然后我跟他跟小孩 跟年轻人讲说你要好好用功读书 你才会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对了我好好用功读书 最后就跟你一样而已了 我要是可以像最近很有名的那一个人 我只要走对方向 我今天可以当立法委员啊 那我为什么要好好用功读书 我只要跟对人这个这个擅长 现在是市面上的那一招 我只要只要挂对了派系 我说事情都不要负责任 我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我干嘛好好用功读书 这是价值观的扭曲 价值观在这个社会是被严重的扭曲 扭曲到我们都不知道说 现在的年轻人脑袋里面到底在想什么 老师你现在所接触很多年轻人 是不是他们对于未来的愿景 其实是很模糊的 以前年轻的时候 就像老师年轻的时候 可能对未来是有规划的 是很知道将来要做什么的 但现在年轻人是不是不完全 没有愿景啊 为什么一个非常可怕的三个字叫做小确幸 害死了一堆人 为什么小确幸我就过了小日子就好了 国家关我什么事 这个世界关我什么事 全部都在搞小确幸没有愿景 不要说年轻人没有愿景 我请问你台湾有愿景吗 我们我们的愿景在哪里 我们就是在这里面 所有的人台湾人慢慢的 都把自己锁在这里 然后每天看着都都是这块 这这么一块小饼 没有人敢去看这个世界的大饼 没有人有没有人有国际观 没有人有企图心 就像我们小时候因为很穷 所以怎么办 你就好好用功读书 然后到美国出国留学 你可以出源头地 那是对不对 那另外一回事 但是那是一个你可以追求的目标 但是现在我们的学生 我相信优秀的还是有 现在学生读到硕士 他会跟我讲说 老师我不想读了 因为读博士呢 第一个太辛苦了 第二个投资报酬率太低了 我们不读了 所以我们最近找 像我 估计这个 再过两个月要退休 下个月 我们学校 老师确定要退休了 老师不是再延一年吗 后来又延了一两年 反正 但是我们这一 我们就是退休到民国 45年 四十几年退休 我一堆同学都退休了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补不进来 全部补不进来 因为我们在过去十年二十年 所教的学生 出国留学 第一个大部分都留在台湾 读硕士 有一部分出国留学了 叫他们读博士 比例非常低 然后呢今天 因为第一个本来就没有 制造那么多的 这个自己的 自己学生去读博士的 然后你今天要叫他们回来 他假如他真的读了博士 他也不回来 为什么 年改把我们的 把我们的薪水砍得一塌糊涂 然后我们这个行业 又是一个国际市场 我今天在美国 在欧洲 在全世界的一个顶尖大学的博士 我第一个优先我当然留在 留在欧美 然后甚至到中国大陆 为什么 到新加坡 到新加坡的人很多 很热门 为什么 薪水是我们台湾的四倍 我当然留在那儿 爱台湾三个字已经不够了 他因为我们也不能怪这些学生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市场 然后他们留在那儿 留在那儿以后过了十年 生根了他回不来了 他想回来 他也回不来了 所以我们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断层 这就是当初 我们一直跟民进党建议 你们的年改 要非常小心 不是说我们公务员 好像在争取我们自己的权益 而是说你年改 你这样子很粗糙 这个粗糙的这样一弄下去以后 你造成了什么 造成了什么呢 造成了优秀的人不敢进 不愿意进公务机关了 不愿意进公务机关 然后我们大学找不到人了 那你觉得这损失有多大 然后年改一年省多少钱 一百八九十亿吧 一个前瞻计划八千亿 对 然后最近的书困 八千四百亿 好那请问你 你把我们搞得元气大伤 让我们的整个政府基本上 这个产生非常严重的这个生态问题 让我们的学校找不到 一个好的教授 我就真的很担心 我们今年退到45年次 再过五年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这些教授 连资深的教授 都是在90年代左右回来的 其实他们这些人 在五年之内会全部退光 那全部退光以后 我请问你 你去哪边找教授 你去哪边找教授 那我们我们又没有完全 我们又没有完全国际化 在国际上也没有问题 为什么 你可以找外国人来教书 这也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是 我们今天呢 在国在大学是一个社会 你讲英文 问题不大 可是问题是 他要去拿project 他必须要跟政府单位打交道 我们政府单位是讲中文的 他这些外国教授 他只会写英文 他没有办法拿到计划 所以他的计划 也没有办法成长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 真正的国际化的一个国家 所以外国人到台湾来 一个外国教授在台湾来 他要生存很辛苦 最有可能到台湾来的是什么呢 是大陆的这些学生在国际上毕业了业 他的学历很好 他会讲中文 因为同文同种 同文同种他到我们这儿来 他其实没有适应的问题 可是问题是 这些人是来不了的 因为政治因素 他们来不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们今天 今天我们台湾 自己的identity没有 国家的愿景没有 我们要走到哪条路 不知道 然后大陆在崛起 一个庞大的磁铁 把我们的人也吸去了 资金也吸去了 然后我们每年输出多少的白领 其实我们的白领是一直在输出的 然后我们输进来的都是蓝领 我们输进来的是蓝领 我们流失的都是白领 我们的人口结构在很微妙的变化 这些事情我们从来不谈 从来直接跟教育没有关系吗 这跟教育的关系大了 我再告诉各位 到了2030年我们13.5%的 20岁的年轻人 他的妈妈是外国人 就是所谓的外籍新娘 跟他外籍新娘所生的小朋友 这叫新台湾之治 2030年啊 13.5% 比例不高 比例够不够高 他的妈妈是台湾人 那我请问你 这些小朋友 在他的成长过程里面 政府有帮人家的忙吗 没有 我是第一个跳出来 在我们台北县政府成立火炬计划 我先开始募了一千万 开始去协助这些 加来我们台湾的这些外籍新娘 让他们再可以站起来 辅导这些小孩 第一个你是台湾人 你要懂你要懂中文 你要 厉害你妈妈的语言 你要厉害你妈妈的文化 让他们可以站起来 可是呢 我离开政府以后 我在内政部的时候 一年从外配基金拨两亿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离开以后 这两亿被立法院删掉了 所以这13.5%的人 你就想 我们都自己觉得自己很辛苦了 我们的小孩都很辛苦了 那他们呢 他们更辛苦 他在一个过程里面 其实他自己会 这些小朋友的心理上文化的认同 其实也没有人去照顾到他们 他们有没有可能会被歧视 他们非常可能被歧视 他的妈妈在家里 有没有地位 我相信应该不高 那他的妈妈要是家 在家里没有被尊重 小孩子没有去尊重他的妈妈 他的人格会是一个完整的人格吗 那这样的一个这么高的比例 怎么办 因为他还是我们的国民 所以我当初看到的是什么 我看到的是一个最大的危机 但是我恰恰看到的是什么 最大的转机 我那时候在台北县好几个学校 我们开越南语班 泰国语班 印尼语班 还有菲律宾语班 干嘛呢 就告诉这些小孩子 你要学越南文学 泰文学你妈妈的语言 那时候就在教母语了 那时候就在教 而且是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你要让这些小孩子认同 但是我的scenario是什么 这些小孩要是从小 他在学校有拨了种子 回家跟他的妈妈学 到了今天 他会讲流利的东南亚语系的语言 你觉得是我们台湾的强项吗 你知道今天你会讲越南 他就认为是我们培养的人才了 另外一块的人才了 你觉得你知道你今天会讲越南文 你一个台干会讲越南文 你知道你的薪水有多高吗 你的薪水非常高 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八万台商在越南 找不到会讲越南文的台干 没有因为市场上没有 我们的人也不学 我们根本基本上不教这种语言 可是 这一些小朋友 你要是 你你miss掉他一个 未来竞争的机会 就是我那时候跟 我们台北县有303个校长 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不要把他们教育成汉人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 多元文化的一个产物 你应该要让他 接受到中华文化 接受到台湾文化 同时 appreciate他妈妈的文化 他是会讲越南文 会讲他妈妈的语言 我们到了2030年台湾是不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国家 我们有十分之一强 我们的国民会讲 流利的东南亚语系的语言 他的亲戚 他的表兄弟都在 都在那些地方 你觉得这是我们 可以跟他们打交道的强项吗 所以 很遗憾的是 但是这些东西 并没有在教育部的脑袋里面 并没有 我当初在推 新住民火炬计划的时候 其实我的移民署的署长 跟我讲 他说部长 这是教育部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要 我们要编两亿呢 我说那是中华民国的事情 他们不做 我们做 结果 在开会讨论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他们很排斥 他们觉得说 哎呦 这么麻烦干什么 你念成不干嘛多管闲事呢 所以那时候我压着他们做 可是后来我一离开以后呢 这件事情就不再是优先顺序的 那回到 要是回到他 原来的这个 你觉得我们对外籍信仰的工作 都在干嘛吗 都在叫他们穿着他们的民族语言 然后做他们的那个 家乡的美食 然后唱歌跳舞 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已经做完了 那至于说他的生活的需求 他的小孩的教育 全部做表面 所以你会发现说 现在台湾的氛围 都在做表面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在追求民调啊 大家都大家都在都在抢选票 大家都在抢什么 抢声量 都在抢都在抢声量 那你既然是抢声量 就告诉你不会有深度 所以又回到了价值观的扭曲 对我们没有深度 整个国家没有深度 那我就很担心 再过二十年吧 这个国家要交到年轻人的手上了 那请问你 我们帮他准备好了没有 你要怪他们吗 还是要怪我们 那当然是要怪我们的 他们是被迫接受这样的一个教育 可是问题是等他哪天真的出了社会 以后他发现说 原来你们并没有把我教好 原来我完全没有竞争力 我们今天的竞争力都还讲 他都还在讲在台湾的竞争力 我请问你 你有国际上的竞争力吗 为什么我们今天疫苗搞成这样子 我们多久没有培养国际的谈判高手了 我们多久没有培养 我们今天基本上没有在培养这样的人 也没有机会 民间很强 因为你看这些民间国际的谈判高手 一定有很厉害 政府没有 因为这样的人并没有被培养 因为现在的当权者来说 他的视野只关注在岛内的事物 他只关注在他的政治的 他是个人的利益跟政治的利益 对老师我们看到从五月份 疫情爆发以来到现在 就五月份疫情爆发之后 然后呢全国进入了一个三级的警戒 然后一直到现在 传出在几月的时候 七月中可能会开始的微解封 或者是多久以后可能会解封 老师怎么看这一两个月来 整个执政单位包含了 政务官他的作为 就外界觉得说很多的事物是 很多的状况是兵荒马乱的 甚至很多的决策 好像不是照着理当应该走的步骤来走 而是完全只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好久以前在你的节目 刚刚开始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是建议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条路普筛第二条路打疫苗 没有了不会有第三条路 今天是不是这样 他们所有理由排斥普筛 然后一下子 但他的普筛是被迫后来之后 被迫他然后我请问你 那他前面讲的话呢 一个政治人物 你不能今天讲的话 跟昨天讲的话不一样 这是一个一个政务官最基本的要求嘛 你当初讲普筛会怎么样 那你到最后突然转弯说我要普筛了 在过去啊 这种状况他就下台 因为你不能跟你 昨天的政策不一样 除非你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法 第二个 国际上已经先演了一年给我们看了 该怎么样疫情爆发 该怎么做的标准作业程序 人家已经演了一年给我们看了 你不看书你也会看电视吧 你没有尝试你也看电视 人家怎么干的 然后呢不能盖方昌医院 因为那是大陆 方昌这两个字不能讲 因为那个太可怕了 是大陆的terminology 我们不能用 我当初建议他们说 那么多的空影社 你为什么不拿出来 稍微改一下就可以用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在你这个普筛 你无症状确诊轻状重状 事实上一开始就乱成乱成一团 然后呢 好了那你要封城 那那时候呢 怎么封 在国外就告诉你 就真的完整的封个 两个礼拜一个月 完整的封掉 但我们的三级警戒的封城 我们就是封一半 有一半 就说你要封就是彻底的封 然后全面补塞 然后让大家 然后找出这些被感染的人 给他一个适合的地方可以去 应该有足够的医疗设施 协助他们 然后 广打疫苗 这个就是唯一的路 结果我们就封了一半 那当他一开始封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那时候 事实上不要说我啦 有常识人就会告诉你 经济会出大问题啊 中小企业摆摊子 那些不赚钱 不赚钱就没饭吃人会出大问题 今天才知道吗 今天才知道吗 你早就该知道了 国际上已经演了一年给你看了 结果呢这些家伙呢 还在算计自己的国产疫苗 对不起不是国产了 是民间的 然后到了今天不敢讲国产疫苗了 因为气球被吹破被戳破了 然后还有所有的理由 然后今天买的疫苗进不来 有所有的说辞 然后疫苗从欧洲送回来 华航去飞 还特别去强调说 他要避过中国的航线 就是说他一定要营造一个 好像中国大陆一直在打压我们 这个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 这个就是说他连这种地方 他都在算计 然后就一开始 就把矛头丢向双北 然后把矛头丢 所有的炒作都是在炒作 你看哎呀双北做的那么烂 因为他们都不是民进党执政 就把矛头都弄向双北 那对不起对不起三加十一 桃园你们怎么就不谈了呢 就是说这里面 到了今天还是充满的政治算计 真的看得令人恶心 就是完全充满的政治算计 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他们根本不care 他care什么 我的工头怎么办 我明年2022怎么办 这几个人好像是我未来最大的政敌 我一定要让你一定要把要让你 趁这一波赶快打他 打他 然后郭台铭有可能要跟我选总统 打他 所以我一定要一定要让你做的很不顺 我觉得你从头到尾看到他们 就是充满的政治算计 他们根本没有诚心要解决问题 这个我是觉得很遗憾 可是民进党这么做 他其实已经自己陷入僵局 难道他没有自觉吗 他陷入僵局我根本不care 这个政党早就该被淘汰的 可是问题是 但是他是带领台湾陷入僵局 这问题是台湾陷入僵局的 好我请问你 一家一家的店都收掉了 你觉得他们还有能力在站起来吗 你觉得他领你两万块三万块 他会感谢你吗 对他有用吗 你今天要是有八千亿 然后他要发钱发八千亿 我觉得不会把八千亿拿去分给你们 而是我利用八千亿 去营造一个氛围让大家 有有钱赚有机会 这才是你你做大企业 你你做一个国家领导 你就要有个vision 就像我过去举的例子嘛 今天的民进党是把那包种子拿出来 煮了一锅饭 让我们吃完大家就再见了 因为种子没有了 你明年要夏天 对不起种子被你吃了 所以我是觉得 今天真的还是那句话了 广塞打疫苗 不会有第二条路 而且我们再提醒大家 现在变种的那个 的那个Virus 现在已经到了Delta Plus 很快的是看起来 这个更强的这个病毒会 已经会一再袭击全世界 今天打一剂打两剂 已经不够了 人家已经打到三剂了 那你觉得今天我们还在 纠结与买疫苗 我觉得你要看起来 明年你不打到三剂 其实你在国际世界是走不通的 完全孤立了 那你完全孤立 我请问你 你怎么做生意啊 今天好全世界 只有台湾跟大陆好像是 进来要关两个礼拜的 那为什么要关两个礼拜 啊因为我们都没有打疫苗 不能开啊 那在国际上人家打了疫苗 有疫苗护照的 他们可以互相旅行 那我们来台湾 就要先关两个礼拜 我请问你谁来 那你是不是又把自己给陷到这个僵局了 那至于要不要关两个礼拜 是你们这几个人讲了就算了吗 那为什么不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呢 而且讽刺的是 国外的感染人数都比我们多 甚至死亡人数都比我们多 那他们唯一比我们强的是什么 百分之五十打了疫苗了 很快的百分之八十打了疫苗了 你就会发现只有一条路叫做打疫苗 那你今天打疫苗怎么办 你让大家打了疫苗让大家可以做生意 大家可以赚钱 我们并没有想要领你那两万块嘛 我领你那两万块要干什么呢 那为什么老百姓的心声这么obvious 你们都可以这么冷血 然后我其实我最近你们注意了 我实际上不太想看到他 陈思忠每次出来他的口罩的每天都不一样 你会发现说他的心思居然是在他的口罩上面 他每天都在戴不一样的口罩 他还有心思在口罩上 他还有心思在口罩上面做文章 你不觉得这个实在是够了吗 你要真的很热心很辛苦 你会在意说我今天的发型吹什么样子 我要穿什么衣服 我的口罩要戴什么样的口罩 我的口罩要传达什么讯息 你不觉得都是凿恒吗 太多的凿恒了 真的我是觉得也是上次讲的啦 今天这个疫情已经是复合式的灾害 已经超过陈思忠有办法 再加上他的扭曲的一个意识形态 他已经让把台湾逼向一条一个死角了 我们真的奉劝民进党嘛 做伤害控制 赶快换一个有能力的人 不然我们真的 疫情是一件事情了 我们经济垮掉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我们垮掉不会再站起来 很难再站起来 不是不会再站起来 很难再站起来 花很多的时间了 真的我们现在的问题绝对是经济 但是慢慢的就发现什么 很多的人心理上他过不去了 心理因为他完全绝望 每天关在一个小屋子里面 他心理的压力有多大 要就是你是一个储蓄很有限的人 你的钱都在烧光了 我请问你这位父亲他怎么办 然后下面就是什么 下面就是治安的问题 下面就是治安的问题 这就是从世界上你看出来 从历史上你看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固定 所以这个灾害叫做复合式的灾害 已经远超过目前我看到的这些人的能力 是有办法遇到的 真的赶快专业的面对他 希望当权者能够放下意识形态 真的是导向正轨 今天非常谢谢李洪源教授 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做精辟的解析 也请大家在看完了洪流洞见之后 按赞在底下留言 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老师 好不客气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